的预测 西非国家布吉纳法索近日连降暴雨 引发严重的洪水灾害 造成大约11万灾民无家可归 在首都瓦加杜谷至少有5人丧生 多栋建筑被烟 其中包括当地最大的医院 所有的患者被迫疏散 其中一些人患有传染性疾病 布吉纳法索社会福利部部长塔米尼二号说 实际上的受灾居民的数目 可能还要远远高于11万 布吉纳法索政府恳求国际社会 尽快提供援助